欢迎回来台式晚间新闻 又传出了空中惊魂 澳洲航空有一架客机 29号从布里斯本起飞没过多久 一个飞机的轮胎突然爆炸 部分的机翼因此受损 客机被迫折返布里斯本 所幸在飞机上的76名乘客都没有大碍 另外就是美国联合航空有一架客机 同一天从丹佛起飞 引擎的外壳却在飞航的过程当中 突然松脱剧烈晃动 最后只好紧急迫奖 澳洲航空一架客机 29号预计从布里斯本 飞往澳洲东北部城市迈凯 但没想到飞机刚刚起飞 一个机轮就突然爆炸 巨大爆炸声响 让机上76名乘客都吓了一大跳 而且部分机翼已经受损 机长惊觉事态不对 通报塔台 最后为了安全起见 客机现在上空盘旋一个半小时 耗尽燃油 才折返布里斯本降落 你第一次感觉 你曾经有照片的感觉 我害怕 我害怕 我非常害怕 我希望船长知道 什么事 事发后初步检查 发现爆炸的轮胎 左侧橡胶皮已经脱落 还在跑道上留下不少橡胶碎片 索性机上乘客都没有大碍 不过空中惊魂不止这一件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客机 同一天要从丹佛飞往奥兰多 结果引擎外壳在飞航途中松脱 上下剧烈晃动 好像随时有可能掉下来 机长紧急返航 乘客转搭其他航班前往目的地 虽然挡起飞航事故 最后都是有惊无险 但事发原因还没厘清 目前澳航跟美联航已着手调查 希望尽快给乘客一个交代 万贵变异